位在彰化县福西乡的西式村 意味当地先天气候干燥 突然又因为靠海而有涌化的现象 导致一般粮食作物根本无法种植 但居民无意间发现当地少有的一种杂草 又称扫帚灾 这种扫帚草进阳光曝晒后非常坚固耐用 于是当地居民就想到用扎线袋将晒干的扫帚灾 绑成竹扫帚 拿去贩卖以求温饱 1950年代台湾加构出口业急剧成长 西式村是受惠的其中一员 当时全村家家户户都在做扫帚 做扫帚需要经过曝晒去紫 排列、仿成枝、去头、断纹、书枕等步骤 将一把扫帚草枯枝一圈又一圈细心的捆住后 绑好在书枕修剪就能成为一只扫帚 利益 出口 他在鑫子时听见道 比如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